那麼接下來這個時間呢12點30分 好 目前呢藍營的這個藍白二會 在今天呢似乎有一個結果出爐了 主要是前面的呢就是邀請人 也是見證人 馬前總統 另外旁邊的是侯友宜跟柯文哲 好 今天到底有沒有答案呢 朱立倫也站在侯友宜的旁邊 四個人都是有特殊的服裝打扮 似乎是象徵了藍白和 但今天晚間就必須要有 民調的結果出爐 到底要全民調 還是所謂的六四比 我們剛可以看到的是12點30分整的時候 四巨頭布出了大樓 今天是藍白二會 協商算結束了嗎 今天有結局了嗎 進入了深水區 所有非綠的選民都很關心 今天的這一場算是歷史性的一刻喔 因為在今天晚間就必須要有個答案出爐 才可以趕在11月24號 也就是總統大選 2020總統大選的選舉登記日的最後一天喔 趕在最後壓線的這一刻 提出人選 有機會是喉科還是柯喉 還是最後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呢 我們看到現在的畫面是四巨頭 相互握手 似乎把手都疊在一起 象徵的是藍白有機會合作嗎 看似氣氛還不錯 算是一個大團結 無論是藍藍還是藍白 在今天都派出了非常重要的人物在現場 那麼在剛才一分鐘之前呢 算是協商結束了 四個人四巨頭步出了大樓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現場的最新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們現在呢四個這個藍白的巨頭呢 他們也已經來到現場了 那麼呢 現在正常正在架起這個麥克風喔 那麼來將進行親自來來講說 這一次的這個兩黨的協商共識 是做出什麼樣的一個共識喔 因為有人說呢 這一場是最重要的一個終極協商 因為進去之前呢 兩方呢都有共識要朝全民調 只是說卡在呢 到底是不是要納入政黨支持度的部分喔 那麼現在我們來聽一下 馬前總統他來說明 朋友今天我們中國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這裡達成了合作的協議 我相信我們為台灣的政治史上 締造了一個新的紀錄 這個合作能夠使得 雙方在未來的選舉跟其他方面呢 都能夠相互幫忙 我相信對於台灣 對我們這兩個黨 都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天 我們會依據我們合作的協議 全力以赴 謝謝大家 今天非常謝謝馬總統 也要謝謝兩黨的主席 大家齊齊一堂 在進食的過程當中 如何為了共同的理念 為了國家的安全 人民的福祉 大家放下個人 在政黨的合作下 往前邁進 完成第三波的民族改革 為了讓第三波民族的改革 我們協調出來兩黨合作的方式 在這幾天 就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不管這個結果如何 誰贈誰負 我們共同攜手合作 讓我們中華民國這塊土地 都能夠平安 再度謝謝總統 也謝謝兩黨主席 謝謝 好 首先謝謝馬前總統 以及在這段時間 很多這種朋友大家的關心 你知道齁 今天大概是一個 歷史性的一刻 到底 因為在台灣的歷史上 從來沒有過聯合政府 所以聯合政府如何組織 如何運作 這個當然都是一個嘗試 那我也希望說在 馬前總統的見證之下 可以讓我們台灣的歷史往前進 至於結果怎麼樣 還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馬總統 謝謝柯文哲主席 也謝謝我們侯友宜總統參選人 今天我們都在寫台灣的歷史 不單是第三波民族改革而已 我們這一次的聯合競選 到未來要組聯合政府 都能夠讓台灣 匯集更多的力量 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超過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 主流民意的期待 在我們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一定努力完成 全力的來爭取2024勝選 將來我們組聯合政府 共同為中華民國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好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藍白河的銜商方案出爐了 那麼在11月18號的民調結果 就會有馬英州的基金會來做公布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有額外的折扣 請看 有額外的折扣 魔人 可以贏好嗎? 好嗎? 很多折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